大家好,欢迎来到笑谈葡萄酒,我是笑笑 不知道平时大家在购买葡萄酒的时候 有没有根据酒标来选酒的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普遍的 因为市场上呢,说真的就是很多特别有意思的酒标 就是有的是特别有趣的呀,或者特别可爱的呀 或者是特别酷的呀,或者特别有艺术气息的呀 总之就是有很多能吸引人眼球的这样的一种酒标 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根据就是喜欢这个酒标买回家了 然后一瓶酒或者几瓶酒,可能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 当然了,我觉得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 这瓶酒呢,它既有好看的酒标 同时呢,喝起来又很好喝,或者说至少不难喝 就好像是一个人一样,同时具有好看的皮囊 然后呢,又具备有趣的灵魂 这样的情况是最理想不过的了 就比如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酒 然后呢,现在先看一下这个酒的正面 说真的,就是大家在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第一个想到的什么 就是对我来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酒标 我一下子想到的就是范思哲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而且呢,当我在进一步看这个酒标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这个头像 然后呢,你看到这边的一个字母 就是范思哲 那,到底这瓶酒跟范思哲有没有联系呢? 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可以说是,你既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那说一下这瓶酒,这个酒呢,它是来自意大利西西里的 西西里岛 然后呢,这个葡萄,这种葡萄的名字呢 叫Nero Davola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Nero Davola 然后呢,这种葡萄呢 它其实是西西里岛的当地的一个葡萄品种 而且呢,在西西里呢 它有这个红葡萄酒之王的称号 就是大家可以想到它的广泛种植 或者受欢迎的程度 当然说到这个Nero Davola 其实很多人心里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到底这个是什么酒 它是什么风味的 或者是 那,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想法 就是把它跟新世界的希腊来相比 就是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 就是它是肝红同时呢 就是中到重度的酒体 就是中等到丰满酒体 同时呢,它丹宁呢比较强 但是呢,它的丹宁呢 会带那么一点点甜 偏甜的一种口感 就是说,果味非常浓郁 经典的呢,会有像那个 黑莓或者是樱桃啊 这之类的水果的香气 然后丹宁比较厚重 同时呢,又有一点点的酸度 就是酸度不会是特别强 然后这个酒呢,它来自西西里岛 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是酒庄 这个酒庄呢,就坐落于西西里岛的一个 一个风景保护区内 大家知道西西里岛呢 其实是历史文化艺术特别悠久的 这样的一个岛屿 而且它虽然是一个岛呢 但是它的地形呢,它就是有高山 有丘陵,然后又靠近海洋 同时呢,就是得益于两种气候 一个是高山的这种高海拔 另外呢,又来自海洋的这个温度湿度调节 所以说呢,非常适合这个葡萄 酿酒葡萄的种植 同时说到西西里呢 因为它历史上有很多 大家知道像古希腊人呀 罗马人呀,包括 拜占庭人呀,西班牙人呢 都在这个地方统治过 所以说呢,它其实留下了很多历史古迹 包括一些废弃的古堡啊什么的 又因为它这个境内呢,有一座火山 阿特纳火山 阿特纳这个火山呢,它是一座火火山 是整个欧洲最大的火火山 同时呢,它也是南亚平民半岛的最高山脉 所以呢,由于火山呢,一直在不断的喷发 然后所以呢,就很多这种 很多废弃的这样的一些建筑或者什么呀 就是现在的人呢,一直在试图去修复 所以说到火山喷发呢 我还想起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是 就是在明朝的万历年间 有意大利有一个传教士 当时到中国 然后他就是绘制这个世界的这个 好像地图一样 当时呢,就提到西西里岛呢 他就说,此岛有二山 然后一山常喷火 然后呢,一山常土烟 就是很有意思 其实是就是这个火山 那所以说为什么这个说这个修复啊 包括什么呀 那我就谈到了,就提到了这瓶酒 然后这瓶酒呢 它是这个酒庄的这个艺术家系列 艺术家精选系列 然后呢,就是邀请到当地 我们知道意大利的时尚品啊 奢侈品呢,真的是全球知名的 所以呢,他就这个酒庄就跟意大利的这些知名的 特别优秀的特别著名的一些设计师来合作 设计他的这个这个时尚 或者这个艺术家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酒 然后呢,这些 这些设计师呢 当我们想到会说 他那这个酒庄邀请设计这么知名的设计师来设计这个酒标 会不会花大价钱来聘请他们 然后呢,这个价格又间接的由这个消费者来买单 体现在这个酒的价格上 其实不是 这些艺术家们呢 他们是完全是免费的 免费的为这个酒庄设计这个酒标 然后设计这酒标之后呢 当然了这个酒庄呢 也为了感谢这个艺术家们的慷慨和他们的这个智慧吧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酒,这个葡萄酒消费的一部分 就是每一瓶酒,销售出去的每一瓶酒呢 都有一部分捐献给当地西西里岛的慈善机构 用于就是西西里岛的持续性的修复和重建 包括当地的艺术事业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循环 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 大家都愿意为意大利的这个时尚品,艺术品买单 那呢,它就是这个酒庄呢 就是结合当地的这种艺术这样的优势来设计这样的酒标 同时呢,意大利的葡萄酒也很有名 然后呢,把这些酒呢销售出去 然后再来支持当地的艺术创造 所以说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其实有一些酒庄我觉得都可以借鉴 比如说你的酒庄就处在一个历史文化渊源比较深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也可以搞一个这样的艺术系列 就是不见得一定是设计师呢 那可能是当地的这种文化呀 或者特别传统的呀 一些历史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都可以拿来借鉴 那这瓶酒呢,它其实说到这个Nero Davola 因为它是中等到丰满酒体的嘛 而且它颜色基本上就是那种樱桃红啊 或者保湿红色 就是非常明亮的那种红色 但是又不至于特别特别深 像那个小希拉呀 或者赤侠猪那样深 然后因为它的丹宁比较厚重 另外有一定的酸度 所以这个酒呢,它其实特别适合搭配 烧烤类的烧烤的肉制品 或者是炖就是炖肉 比如说炖那个牛肉啊羊肉啊 或者什么样 就是跟这个肉类呢比较搭配 不管是炖的还是烧烤的 另外呢跟那些一些奶酪 就是一些干酪也比较搭 然后我知道很多人喜欢 喜欢意大利的时尚品 或者意大利的奢侈品 如果你也是其中的一员 或者你有这样的家人或者朋友喜欢 那我觉得你不妨下次去拜访别人啊 或者在自己家里有一个聚会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酒是特别吸引人眼球 特别有面子的一款酒 不妨请试一下 然后当然这款酒呢 可能好多地方我知道是没有销售的 很多商店 那我在这个视频的下方描述里呢 会把这个酒的酒庄名字和这个葡萄的这个品种呢列上去 然后呢方便大家查看 你可以在你周围就是比方说google啊什么搜一下 看你周围哪个商店 有销售这样的葡萄酒 当然像我 我是因为住在Palm Desert这一带嘛 我这个酒呢 就是从Desert的一个Desert Wine Shop 从那里买到的 我觉得他们的有很多就是 特别新颖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葡萄酒 然后你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在你的当地来探索一下 好了 那今天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内容 接下来几个视频呢 我也会陆续推荐另外几款 我认为比较值得推荐的葡萄酒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当然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并且订阅哦 谢谢 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拜拜